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地震应该是距离我们最近的 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亲眼见证了太多的地震灾难 看过了太多人因此流离失所 太多人在地震中失去生命 突如其来的灾难总是会让人格外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地震来临的时候 高楼层和低楼层哪个更安全 大家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虽然现在很多楼房在建筑之初就已经考虑过灾前预警情况了 会在建造工艺方面多加改造创新 尽可能避免地震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损伤 但是外界保护这是一部分 关键还是要多了解一下地震的应急救济知识 面对灾难及时逃生 针对高楼层和低楼层哪个更安全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倾向于低楼层 可是根据专家的分析来看 不管是高楼层还是低楼层 安全系数都不是稳定不变的 主要还是要看一下地震的类型 如果地震是水平晃动的话 楼房的地基会因此断裂 出现全面坍塌的情况 这时候居住在低楼层的人 可能会获得更好的逃生机会 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逃跑时间 如果地震是垂直晃动的话 楼层地基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楼房结构会遭到全面破坏 出现坍塌粉碎的情况 居住在低楼层的居民可能会被彻底掩埋 所以说地震来临的时候 没有一个楼层是安全的 大家要抓紧时间寻找逃生路线才可以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了解一些逃生基本常识 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至于手足无措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